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熊 熊霸作恶 无下陷 也无止境 昨天早上俄罗斯使用导弹 袭击了克拉玛托尔斯克的一间酒店 造成了一名英国路透社记者死亡 另外导致六名来自乌克兰 美国 拉脱维亚 德国的记者不同程度的受伤 导弹专门对着记者 俄的用意很明显 这是恶狠狠的要让西方记者闭嘴 在昨天的晚间讲话中 德连斯基说 这就是俄每天恐怖的活动 它之所以持续下去 是因为俄纳粹仍然有手段继续下去 今天俄纳粹也袭击了我们的苏美地区 以及哈尔科夫 克尔松和敦杰斯克地区 为此世界必须继续对恐怖主义国家施加压力 必须迫使俄罗斯寻求和平 为了早日打败俄住亲者 新的一天 乌军继续痛奏俄军 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最新的统计 俄又损失了1190人 还有11辆装甲车 92辆军车 5辆坦克 47个火炮系统等 据报道 在纽约 德涅茨克地区 16名俄士兵被俘虏 乌克兰这是告诉俄罗斯人 无论在乌克兰战场还是在俄罗斯战场 俄入侵者都难逃一死 在哈尔科夫的沃夫前斯科 此前被封锁在骨料厂的俄军队 仍然被乌军队封锁 哈尔科夫军方发言人说 他们在那里遭受了损失 他们有死有伤 一定数量的俄罗斯人仍留在那里 出于某些原因 我无法透露确切的数词 网上一段视频显示 一架军用的直升机 击落了一架俄罗斯沙赫德无人机 据报道 俄罗斯米8直升机 遭到乌军猛烈攻击后 硬着陆 不幸的是 机组人员还活着 但直升机近期将无法飞行 在顿涅茨克 波克罗夫斯基 乌克兰47旅第25独立突击旅 赢发布了一则作战的视频 视频显示 乌军利用美国提供的埃布拉姆斯坦克 直接摧毁了躲在一栋建筑中 俄罗斯的突击队 击退了俄军的进攻 美坦克先进如此 与此相反 俄坦克就像枢花枕头 在俄人拍下的一则视频中显示 俄罗斯新型T-72B-3坦克爆炸了 不仅坦克毁了 人也灰飞烟灭 俄人在视频中说 该死 这里没人能救得了 所有人都死了 这是一辆坦克炮塔飞了 事实证明 发达国家生产的武器 远远先进于俄式老武器 这些武器在战场上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摧毁大量的俄方装备和人力 关于俄罗斯罗斯托弗夫州 普罗列塔尔斯克料厂的大火 目前仍在肆虐燃烧 面对乌军一再的补盗 俄方仍是报喜不报忧 只能心里暗暗叫苦 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 烧到第八天后 也是惨不忍怒 关于克里米亚 前一天 俄方发布了乌克兰可能袭击 克里米亚的恐慌信息 但并没有大事发生 但有消息称 昨晚有一支亲乌克兰的游击队 潜入了克里米亚的俄军领 消灭了18个俄军后 聚所离去 于是 这进一步的令俄人感到恐慌 俄现在无处不恐慌啊 昨天电报首席执行官杜罗夫 在法国机场被抓 也令俄陷入了恐慌 因为多年来 电报平台一直是俄虚假信息的中心 俄罗斯军事伯克的避风港 而据俄国家安全局中央安全局长 安德利·克瓦联克表示 电报是俄军队唯一积极使用的 即时通讯攻击 他认为 由于杜罗夫一案啊 俄在欧洲的整个情报网络 可能都会崩溃 还有俄罗斯Z伯克作者认为 法国这是拘留了俄武装部队的通讯负责人 这么说啊 法国这次作对了 这对乌克兰来说啊 是好消息 但对俄人来说 将是灾难性的 关于以色列和珍珠党 昨天有个大消息 黎巴嫩的珍珠党为了给二号人物报仇 这次决定发个猛动作呀 据报道 中党进化向以色列中部发射 6000枚火箭弹和无人机 但以色列不是吃素的 通过掌握情报 以色列在珍珠党袭击开始前几分钟 同时袭击了黎巴嫩数百个发射场 挫败了珍珠党的袭击 此之位啊 先发之人 这一招正好使 乌克兰也使用了先发之人 这一招 昨天 史列斯基表示啊 库尔斯克行动是一次大型的军事政治 和军事外交行动的一部分 稍后你就会看到结果 他还说 俄罗斯想占领哈尔科夫 我们挫败了这一行动 然后他们想转移到苏美 所以啊 我们先发之人的攻击了他们 关于库尔斯克战役 乌军已经入侵俄领土 二十天了 俄罗斯仍拿乌军没办法 乌克兰军人说啊 他们在库尔斯克桥豆堡 七段的九二阵 是继续攻击任何渡河的地点 以防止俄军带着装备逃跑 在晚间讲话中 泽连斯基说 今天我们在库尔斯克地区 前进了一到三公里 我们又控制两个定居点 另一个定居点的积极行动 正在进行中 我们正在补充我们的外汇基金 外汇基金就是俄俘虏 这是库尔斯克的俄俘虏 他们在视频中要求交换 马里乌布尔和亚素港的乌克兰的守军 他们还在视频中说出自己的姓名和职位 其中一个是少尉 一个是排长 除了俄虏俄军 乌克兰军方还在库尔斯克地区 还缴获了排架炮弹和鹅警车 还有根据俄军拍摄的一则视频显示 一辆乌克兰坦克炮弹将藏有俄军的一所防务开火 估计俄军一命呜呼了 这也是在库尔斯克 俄罗斯的Z图标实在太次亚了 乌军将之烧毁 由于俄的无能 库尔斯克人对乌军充满了好感 一群俄大妈在视频中说 当然了不是吗 不假是乌克兰 可见的 俄正在失去民心 在比尔格勒德 由于俄的无能 恐怕也要大势民心了 一位在比尔格勒德的俄罗斯战地记者 斯拉德科夫观察到了一个现象 他说 当地居民对俄军队无法保护他们 感到不满 据他介绍啊 不满情绪正在日益的高涨 俄罗斯著名Z军事博主 罗曼阿留兴 毫不掩饰地告诉库尔斯克地区的居民 如果他们不及时撤离 克工军队的反攻将会把他们炸得灰飞烟灭 这就是真实的俄军 为了反人性而战 不管是在乌克兰的土地上 还是在俄领土 反人性是他们的出发点 也是他们的目的 而最后 他们一定会败在反人性这一点上 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行动 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 令西方刮目相看 并且积极地行动起来 帮助乌克兰 据纽约时报称 美国和英国一开始 向乌克兰提供了库尔斯克地区的 最新的卫星图像 这使乌克兰武装部队能够快速地 追踪俄罗斯部队的动向 还有美官员指出 库尔斯克地区的攻势 虽然经过精心的策划 但其成功超出了预期 可惜吧 赶紧给乌克兰提供武器吧 事实证明 乌克兰只要有武器 就能够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 能够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可能 好在西方反应过来了 昨天波兰总统访问乌克兰时还表示 很高兴看到波兰提供的坦克 能够在库尔斯克发挥作用 这就对了 当乌克兰大胆迈出这一步时 合作伙伴应该更团结 像乌克兰一样大胆 这才能团结更强硬的正义力量 邪恶最怕的不是和谈 不是让步 最怕的就是你的拳头 比他的还大 乌克兰已经用事实证明这一点 而我相信正义联盟也一定会朝着正确的方向 继续的发挥作用 最后彻底的让邪恶低头认输